练练海洋文化庆典在鹅阿寮渔港热闹举办 市长陈其迈出席海鲜节午宴 受到民众热情欢迎 陈其迈欢迎大家来到高雄鹅阿寮渔港 参加海鲜节 活动迈入第15届 这次海鲜料理饗宴席 特别规划100桌 开放民众订桌 市民朋友非常踊跃 大家尽量吃 吃完后面还有鱼市场 够买够坛 祝大家愉快的一天 谢谢大家 而阿寮三度入围全国十大魅力鱼港 也拥有全台第一座 由渔会申请 得到食品卫生安全控制认证的鱼市场 全国樱娃第一名就在止关 新鲜又好吃 今天成为全台湾最有名的观光鱼市 魅力鱼港 也要谢谢我们麦麦市长 现在也是我的偶像 这个也是我的党主席 也是我的市场 对北欧的美容重视 北欧向外的串通 四个鱼港 每一个鱼港都充满特色 鱼人鱼港 鱼鱼港 鱼鱼港 到米德鱼港 到这个天哪港 每一个鱼港 每一个鱼港都是在我们成吉麦市长努力之下 每一个充分都有它的特色 所以因为市长重视养殖鱼业 重视渔民的权利 所以我们海线观光或者鱼产养殖 都达到过去最好的一个状态 谢谢市长跟所有市政府团队 全力打造大高雄 北高雄的部分 成为渔业的重镇 成为产业发展的重镇 海洋局表示 今年更投入经费 改建鹅阿寮鱼港办公室 以沿海及养殖产业为主题 打造寓教娱乐 适合亲子的海洋及渔业文化亲子馆 让大家进一步认识 高雄的海洋文化产业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